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画脸工具 这个facefusion最新版是3.1.1 然后这个内容的话可以简单瞅眼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东西 没有本质变化 它主要的变化是在这个3.1.1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更新的内容非常的多 但是实际上呢 大部分也是修复bug 然后呢这个 加了一些细节方面的功能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瞅眼 主要是这边呢 加了一个新的模型 这个待会儿可以试一下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安装方法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装一下 它这个安装方法还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包 一个是这个A卡的版本 一个是N卡版本 这个A卡这个版本是这样啊 就是因为我这边没有A卡的机器 所以我不确定能不能正常运行 估计是应该问题不大 另外呢它支持Mac 大家有一定程序能力的话 你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然后直接看项目 这个打开还是启动 稍等一下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 它的模型会自动下载 它模型在这里面 大家看我这个模型呢 没有全部给大家下载 这些只是最基础的 一个是换脸的 一个是做高清的 这就打开了 这个界面呢会自动打开 反正没有自动打开的话 你点下这边的一个地址 那就可以了 这个界面呢做了个简单的换化 方便大家使用 另外的话这个功能今天就不去做详细的介绍了 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大家都会用 如果又不会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我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 模型没有给大家全部打包 因为没有必要 它这个会自动下载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新的模型 点一下 大家看 这边呢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下载 所以这个呢没有必要去打包 大家需要对应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那么它会自动下载对应的模型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这个下载呢 它不限制地区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是可以顺利的下载 速度非常的快 好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重新开一下 然后呢我们简单的做个演示 剩下的就交给大家自己试用 上传一个图片 然后再上传一个目标 我们先来选个图片 好这个 那么它会自动做处理 这边呢会自动出来个月拉 换联完成之后呢 是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把高清加上 点一下高清 然后呢这边 它现在是用这个CPU模式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这个显卡模式 把它改成Cuda 把这个取消掉 这个是显卡模式 那么然后呢 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 大家看到它这边还在处理 这个高清的这个月拉 还需要一点时间 结果出来了 这个是它月拉之后的结果 然后呢我们这边 点一下下面这个开始 这个是最终输出的结果 那么输出结果 你可以下载 然后呢会自动 保存到这个路径里面 当然这个路径 你可以修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在这个同文件加 下面有个output 这个是我们这个结果 好然后我们再来换个视频吧 看这个视频的处理 视频就用这个 听一下 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呢我们直接来点这个开始 这边呢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提示 处理信息 当然我们这个黑窗里面也有一样的 处理速度比较快 因为用了显卡 那我们A卡的用户如果使用的话 那么这边呢 它是没有这两个东西的 它是有一个属于A卡的一个加速模式 大家自己点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这边会出一个这样的错误提示 这个错误提示不用管它 其实好多项目都有这个提示 那么这个是最终处理之后的结果 当然它也给我们放到了这个里面 看一下 好大家看是吧 画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拜拜 谢谢你 这是一部分的效果